圣过七级浮屠什么意思 七级浮屠指的就是七层塔 在佛教中 七层的佛塔是最高等级的佛塔 佛家以为七层的宝塔 约为百公尺来高的大佛像 建了如此的大佛来供养 功德是很大的 这在许多的经典中都有提到 地藏菩萨本《运经》中就有提及 假使你救了一个人的性命 那么你所获得的功德 是比建保塔里佛还要伟大的 这就是救人一命 生造七级浮屠 造浮屠佛塔被视为建功德的事 还要更重团的 这就是救人一命 这就是救人一命 谢谢大家